大家好,我是周恩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互线 纳斯达克微涨 但是道琼斯和标普有一点点走的不是很好 标普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横盘整理 这个主要是原油的问题 原油黄金 这个稍后我们再足够讲一下 那首先纳斯达克 我想从纳斯达克开始讲起 纳斯达克从昨天晚上一开盘 七指就开始往下跌 有一点点不太妙 昨天晚上的七指的时候 有点让我恍惚到了 它不断的往下掉的时候 虽然跌幅不多 我记得最多跌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跌幅还不到0.5% 但是状态很足 它不是那种慢慢悠悠的下跌 它刷了几次大阴线 这个其实还挺有点吓人的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是黄金 黄金昨天晚上跌的可太吓人了 黄金直接打下来了2.5%最多的时候 日线级别一次性的 一股脑的打到了1680左右的支撑点 这个支撑很强 差一点点破位 悬透了昨天晚上 那黄金的走坏 再加上美元走强 还有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最多开始往上涨 今天因为我录的节目有点晚 所以它就时间变了 否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今天又是涨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 这明显是对于非农数据强劲之后 大家的恐慌 大家担忧美联储 这个政策会缩紧 所以就开始 就是有一些针对量化宽松 收减的这种状态 开始进行交易的 卖了黄金 看涨了美元 看涨了十年期 抛售了黄金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出来了 理论上来讲 对科技的这种成长性的科技股来讲 不是很好 可是今天反而科技股 还继续往上涨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 比较奇怪的点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图形 这个大盘 我给一个交易的方向 就是我认为 纳斯达克依然还是上工的 继续向上看涨 我觉得上个周呢 我们讲过 说这个UVXY的这种走势 走成这个样子 我能说大盘往上涨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有一点 就是UVXY走成这个样子 大盘不一定涨 但是UVXY肯定是要继续往下跌了 意味着就是说 就算大盘不涨 UVXY也涨不起来 今天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 大盘跌了0.22% 标普跌了0.05% UVXY1.5%下去 理论上来讲 标普 UVXY跟着是标普500 它是标普500的 Wix指数是衡量标普500 波动性的产品 然后UVXY又是Wix指数的衍生品 所以它是跟着标普500的 你标普500今天没动 按道理来讲 UVXY应该是横盘 结果它掉下去了 这个图非常弱势 我觉得从8月3号这一天 向下一破位 这一刻开始 UVXY的走势 就是注定了的 那我们也基于UVXY 对大盘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 目前为止呢 我的这个科技股 我是继续持仓 我的期权啊 期货呀 还有TQQ 都是继续持有的 我们有QQQ的靠 有TQQQ的正股 然后有期货的这个看涨的这个仓位 目前还没动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会继续往上涨 我觉得大盘呢 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诛心的阶段 大家呢 千万不要随着这个市场 它随着市场动而动 今天早上 它又好几次是非常恍惚的 比方说早盘在这里拉涨 突然涨起来之后 又快速下砸 反抽之后又下山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眼光太短 如果你就盯着一分钟头来看这个行情的话 会很煎熬的 会很折磨的 所以呢 我的建议大家把这个眼光放大 看一下30分钟的图形 这个市场呢 你要给它足够的波动空间 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 在大家认可的美联储会赢根缩紧的情况下 或者是有加息 或者是缩减QE 或者是减少债券购买速度的这种背景下 这个大盘 今天还能保持这个样子 不能说大盘不强 我们可以警惕 但是一个程度上也反映出来 似乎大盘也没有那么强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恐慌 市场完全是按照正经的 这个经济运行原理在走的 没有恐慌在背后 这一点 此时没有恐慌 并不代表明天UVXY没有恐慌 我们会关注 但是至少截止到 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认为UVXY是没有恐慌的事情 好 我觉得呢 大盘应该是把NQ这三个点 给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延长出来的这个支撑线 整个这一块大约在 14,950左右的位置 这里要是不跌破的话 不应该担忧这个纳斯达克 它无论是怎么个震 再往下掉 跌到15,000以下 这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它还是能保持这个上升趋势 只要呢 它的这个上升通道还在 我觉得这个市场 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担忧它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的观点还是略微倾向上看账 然后呢 略不略微也不重要 我现在的仓位就是多头仓位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然后标普这边 标普已经是一个突破的形态了 现在呢 突破之后 高位应该是在新的层次上面进行整理吧 但是标普人家也是 虽然走得不好 但是绝对不差呀 对吧 整个的这个趋势 虽然一点点走的也没有太 太怎么样 那今天不好的不就是大宗商品吗 美元的一个上行 对大宗商品的一个打压 导致了这个原油也是出现了下跌 所以今天原油呢 跌的也挺惨的 原油也是啊 大的双跌 一个大大的双跌 上周我们也讲 这个原油呢 不大适合进场 总感觉 总感觉还差点什么东西 今天的这个原油 30分钟 绝对是碰到了一个大的支撑点 大家还是要看 这个原油局部这里 这个通道必须拿下 这个通道拿不下的话 没有什么做多的机会 不要谈做多 双跌也没有用 你可以借助着这个点 抢个反弹 但是压力上延边 可能也就在个67块 七毛五左右 假设说他继续往上涨 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样子 所以对于原油来讲呢 他这个日线级别上 是来到了比较重要的支撑点 不知道能不能撑住 不太清楚能不能撑住 我觉得关注两下 也不是错误的 哪怕三重底跌不下去 再抬头 你来买也可以 就像这个比特币一样 就像比特币这个情况 哪怕三重底没有跌破 完了再继续往上走 反正大家可以当过这个参考了 今天呢 这个比特币 我们会员在这讲 我说这个比特币啊 这一轮 用马云的话讲 就是看不见 看不起 看不懂 跟不上 比特币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当时呢 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能强点 我看见了 我知道这个是重支撑 两万八这个地方 因为毕竟一二三四 前四下都打到这里了 所以这是第五下 反弹是会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能弹成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是我不清楚的事情 等我看见了以后呢 又看不起 感觉好像就是个反弹 我也懒得碰 后来呢 人家现在就变成了 确认上涨了 好 那我再追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头部 上方的头就在这里啊 就是在 可能是五万二左右吧 这个压力点 那我肯定不会进场 所以我宁可错过 我都不进场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比特币这个东西要做常见 我今天呢 在VIP里面 给我们的会员 看了我们的 我的这个比特币的持仓 期权会员 今天都看见了 然后 因为我这个打开账户 太麻烦了 我就不开了 我们呢 这个比特币的持仓呢 就一直持有 我现在呢 是为什么 那你说 你这个地方不看着 你看跌比特币 你还要继续持有比特币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我是看的是常见的 我的成本 比特币的成本 在一万块钱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 可担忧的这个事情 一万块钱的 这个比特币的成本 就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它就算是往下跌 跌到个两万四 两万二 对我来讲 那么影响 一样呢 你现在反弹到四万八 反弹到五二 我也不会有影响 因为我的目标是十万 十万块钱以前 我不会动我的比特币 所以我现在实在是 没有什么必要去调仓 我们就讲这个 这是长线的速度 我们就讲短线 短线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确实是没有看清楚 比特币的运行态势 那我现在呢 我也照顾不过来比特币了 所以呢 我暂时 我不考虑比特币 而且事实上 今天你像大盘 黄金走成这个样子 比特币其实都不应该涨 可是它还是涨 我觉得这个背后 其实挺难拿捏的 反正呢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观点 我是不准备参与比特币 即便短线 我看到了再好的交易形态 我都不会进场 所以我就把这个比特币 我的想法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不看涨 是短线我不想做 这很重要 我不想做的一定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不想做 因为我也还有其他的仓位 我们做其他的就足够足够了 好 然后特斯拉呢 今天比较好 今天市场的热点板块 在这些网红板块上面 特斯拉呢 就走得不错 因为我们也有特斯拉仓位 继续持仓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会做向上突破 还有其他的 什么QS 这都是网红股 BYND 这个QS 今天我们早盘也是在看 这个平台如果能突破 就是一个看涨 这个压力点就给拿下了 还有BYND 我现在看BYND 感觉还是有上工的机会 下一个压力的134块3 所以网红股好像活过来 那我觉得既然好了的话 它不是一个网红股在涨 是大部分的网红股都在涨 包括SPCE 那这种情况下 就代表资金的一个聚集性 资金往往不太会一日行情 大家还会来回的中转 所以呢 我觉得一波资金的话 这波会把网红股往上去顶一顶 所以我们今天呢 是对网红鼻祖进行了一个开仓 仓为什么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纳斯达克继续往上去看涨 还有一个板块 就是基建板块 这个X今天是一个突破行情 他把这个平台向上 做了一个突破 前两天在这地方 做的小小的整理平台 给拿下了 我觉得X接下来的状态呢 就是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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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继续又上工了 基建板块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涨不涨 说实话也无所谓 涨不涨也无所谓 回过头来向下 24.6 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 24.6这里是 把这里做一个支损就可以了 昨天我们和我们的客服 我都笑坏了 我看我们客服的底下一个留言 因为呢 我们最近也开了一个A5的频道 我们把A5的服务开开了 然后有一个客服会员讲 他说我手里面一把QQQ的看跌期权 就听你们不让他讲 在这个地方看着 给我给老子吓得跑了 然后就点 点倒赞 然后呢 说这个什么水平 美股都没弄好 还要去弄A5 我希望这位朋友 今天晚上在我这个视频下 留言感谢我一下 你要我不感谢我的话 你这个QQQ你今天就亏钱了 但愿你 没有早上起来的时候 把Cowby卖掉 然后呢 这个我刚才讲了 我们不是开了A5的服务吗 最近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美股的这个图 实话实说 确实有点高了 这个邪率有点太陡峭了 我们放成一个周线级约的这个图 这邪率是不是 一般情况下 邪率连改三次 这个事情就有点严重 这个纳斯达克的邪率 我们就以启动的这个位置来讲 就08年以后的这一波上行 这个邪率 周线级别的邪率 是一波比一波陡峭 原以为这种级别的上升 就已经够可以了 还有又来了一个 几乎接近 这得是75度往上了 原本是30度的角 现在变成了 后来变成了45度 这会儿又变成了70度的角 说实话 美股真的有点高了 确实是有点高了 你说从大的方向来讲 目前咱们看不出来崩盘的迹象 没有崩盘的信号 你不能因为它太高了 你就说要崩盘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害怕 但是你不能否认事实说 因为你高 所以你就要崩盘 这不对 我们反而呢 目前没有看到崩盘的现象 但是我们又知道 美联储的加息是必然的 我今天在VIP里 跟大家举例子 就是疫情期间 生活在美国的人 你们都拿到钱了吧 除了我们这种上班的 大家只要没有上班 比如说我父母 生活在美国 就是就拿钱 他们每年就正常报税 报够了那个退休的点位 然后呢 报够了 就是反正就把正常的税报 报够了那个奥巴马的那个保险 购买奥巴马医保的那个保险 他们就可以了 他们也确实是不工作 政府就是在发钱了 这又不是说骗政府什么的 那确实是影响到了吗 然后政府就撒钱撒钱撒钱 像正常情况下 还有多少人一直在拿钱 在美国拿钱 太多太多了 这是大家生活在美国 你都知道的一个现象 这种情况下 你说 从对老百姓来讲 什么时候有如此善良过的 将来的话 要么是反映在房价上 你今天买不起房子的人 就是你在保持现有情况下 不变的情况下 你明后两年 你依然买不起房子 现在感觉房子好像贵 可能过了两年 房价横盘不动 你觉得你的工资涨了 利率上调了 你是其实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我在讲这个背后的事情 其实这把钱撒出来 让美国其实是挺危险的 那我们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也想了很久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说太高了 应该是保护一下自己长线的仓位 这个位置你不敢 也不能把大长线 再继续放到纳斯达克标普500里面了 是有点危险的 但是你说这个钱取出来干什么 放在买房 美国的房产和美国的地产 美国的房产和这个股票的价格 如果大家看数据 基本上是非常相通的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相似的 除了08年 地产复苏的略微缓慢一点点 但现在也补回来了 两个人的区间 所以这个你只能是寻找其他的 前方银行那更完了 还不如扔到股市里面呢 更会贬值 所以呢我们觉得把A股这边稍微得开拓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A股呢 毕竟我们能接受到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以后呢两条腿走路 所以我也跟会员们讲 有的客创板块 你看最近客创股 中国的A股的客创股 这是一个将来会对标 道琼斯产品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纳斯达克的东西 里头涵盖了BioTech 涵盖了新能源 涵盖了晶片 等等这些东西 关键它有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它像美股一样 不好的拿掉 好的留下 这个指数就永远只能上涨 这就是客创50的一个定义 所以我认为时间问题 它一定是涨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对于长线的投资者来讲 那么美联储势必会加息 它加息的时候 大盘也一定会回落 就没有美联储要说要加息 结果大盘却没往下掉的时候 你在历史上你找吧 看数据 一个都没有 所以大盘必然会跌 但是就是跌完之后 还能不能再涨上来 我现在拿捏不住 我现在还判断不好 因为美联储这次撒钱 撒太多了 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大家也得去观望 所以我就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就把 A股的服务也就开开了 那我们的效果 也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的A股 是这种基金团队 我们在做的事情 不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们 在参与几次 是整个的基金团队 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合作的这个项目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服务 我们也没有解盘 也不需要解盘 没有解盘 就是买卖 这么几个交易 那我们的这个网站 有链接 大家去我们的官网上面 这个待会会把它给头条 放在头条这个地方 文章的题目就是这个 然后呢 反正这个文案写的也挺好 题目起来挺大的 一般是我都没看懂 储不凡之事 然后我们也给了几个 我们的成功案例 像这个富瑞特装 是我们做的一个 当然这个是一级市场的东西 是我们和中文投资网的几个 高净值的高端客户们一起 我们做的一个一级市场的投资 我们投了个800万 那六个月的限售期 现在是1600万的这个价值 当然是好几位会员 我们凑在一起 因为能拿到这个份额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做 因为刚开始大家也都是 也都是尝试嘛 尝试着来做一下 所以这个效果就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发现一级市场 做的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反手的又做了 二级市场 我们会员们就一起做了 富瑞特装二级市场的交易 当然我们这个是 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你自己在新浪 在东方财富上面 都可以查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给了一些 我们给说的几个 普票的喊单 然后配上这个交易的截图 给大家看了一下 放在这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在做的事情 这个是A股 这也是很多人问 为什么要开这个A股的仓位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事情 给大家的稍微的讲一下 因为包括我自己 一个是科创50 那像比特币一样 去投这个科创50 我觉得这是未来十年 中国资本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创新嘛 创新就是要去 怎么讲 创新就是要看涨 然后呢 要创造 创造呢 你需要有资本的服务啊 资本化最终体现在股市上 体现在股市上 那我们的这个盈利 就会有一个利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我来跟大家去分享的 我们A股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 和一个讲法 然后呢 希望 反正大家要看的话 链接都可以在网站上面 自己来看到 行 那这就是今天我想去分享的 然后呢 美股这边呢 排过头来 我再讲最后一遍 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目前来讲 还是看涨 还是看涨的 我的仓位 也依旧是在持仓 继续去向上看涨 好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啊 但是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肯定有人问 黄金 还有原油 能不能买 我不知道 至少现在我不想买 行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